接下来的这位能否打动导师呢 我叫赵赵 今年34岁 是山东辽城人 二十多岁那年 我来到了北京 这些年以来一直忙着写歌 忙着给别人编曲 最忙的时候 一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 我很少有机会回家 每年年三十回到家 发现妈妈好像比以前更老了一些 这些年好多话都没有说出来 今天能够唱给妈妈听 我觉得挺好的 懂你落了 不可怕了 睡已 浑沉 当你老了 走不动了 路火旁打顿 回忆青春 这位嘴是 当你老了 眼泪低迟 灯火 红黄不定 风吹过来 你的消息 这就是我 心里的歌 多少人曾爱你清晨幻常的时辰 多少人曾爱你清晨幻常的时辰 爱你苍老的脸上的周围 你一点都不老 请问你几岁 介绍一下自己 老师好 我叫赵爪 我今年34岁 其实你刚才这个歌里 你知道让我最感动的是 最后一部分 你唱到 当我老了 没错 这是用一个 对前辈人 然后对自己 生命的后面一部分的 预知和感慨 这个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谢谢 谢谢 这首歌 你是给你自己写的 还是因为什么事情 这首歌的动机 杨老师可能听过 这个应该是 叶芝的一首诗 改编过来的 因为我在去年 读这首诗的时候 忽然就想到了 自己的妈妈 我妈妈生我的时候 特别晚 她40多岁才有的我 今年已经70多岁了 哇 这首歌 我的画面里 就是妈妈在窗户里头 灯光昏黄 然后有点睡意昏沉的感觉 然后就非常有感触 就把这首歌写下来了 你妈妈跟你住一块吗 现在 没有啊 一年也就是见两三次面吧 我一直在北京 飘着 挺亏欠家里的 我觉得特别是 我们这些创作歌手 在人生当中 我们要经历很多东西 其实我们有很多 也需要就是 回馈给我们的家人 他们给我们的这些 我们要走音乐这条路 其实是非常艰难的 那你妈妈 知道你做音乐 她支持吗 她几乎没听我唱过歌 怎么可能 因为我和我妈妈 可能是年龄相差 就是太远了吧 再加上我从小最怕 最尊敬的也就是我妈妈 我到如今 没有一首歌 是敢写给妈妈的 这首歌还是算是写给她的吧 你从第一句开始唱 完全抓住了 我们所有人的心 而且你刚才说的 这首歌是为你妈妈写的 我更加的感动 我曾经也是 跟我妈妈 也是有像这样子的关系 我们很少 也不敢 就是 就是在我们的家人面前 掏心掏肺 就是有一种 不晓得为什么 就是可能是面子 还是不知道 有时候跟家人的一些关系 还是什么的 有一些话就是说不出来 所以我今天看到你 这样子为你妈妈 写这首歌 而站在那么大的一个舞台 真的很感动 所以 反正再拉票就是了 现在已经到场了完了 刚刚说有一个背景故事 这是我的菜 有没有 是我的菜 它是我的肉 我往后退一点 你们俩别贱我一身血 不是 你们三个都推了干 然后我又等完最后一段 其实我是最有诚意的 刚刚其实 一推完干以后 看到整个造型以后 这个完全是我的 我以前年轻的我的经历 然后呢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这里呢 其实呢 年纪最大的是我 当我老了 我是 我是应该最有感受的 你是我的肉 这个人老了 不需要吃那么多肉 吃菜比较健康 我当不好 有没有 喝粥还行 吃菜吃菜 好的 你呢现在 你必须要表一个态度 所以 你的选择是 我选择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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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蔡健雅老师 谢谢 好棒 将这首让她感动的歌曲 收入夜中 照照 用她的深情创作 唤起了所有人的顾名 好